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终于揭晓 特朗普宣布胜选 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 政策主张相比拜登政府有何变化 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 当地时间11月6号凌晨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宣布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 特朗普现年78岁 2025年1月就职时 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 外媒称这是特朗普的历史性政治付出 此次选举不仅对美国是一件大事 随着白宫一主 美国的外交政策 及其对全球盟友和对手的立场 也将出现变化 据报道 特朗普已准备好了一系列行政命令 政策文件和撤销法规措施 打算在就职首日就付诸实施 随着大选结果揭晓 特朗普未来四年的政策主张 备受关注 关税政策 主张对进口商品征收20%的关税 特朗普在本次竞选中 提出了一系列财政经济主张 表示如果自己在大选中胜出 会把刺激经济增长 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 当作核心经济政策 他还表示 关税是字典里最美丽的词 关税曾是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的 一项政策标签 而在竞选阶段 特朗普称要对所有进口商品 征收至少20%全球基准关税 并将关税收入用于弥补 在美国国内降低所得税产生的财政缺口 这一政策被认为将对欧洲经济是个坏消息 德国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 克内·德利克认为 由于美国是德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 因此汽车工业与美国发生贸易冲突的风险特别高 他表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 对德国的实际经济影响难以估计 但研究认为可能损失至少0.1%至0.2%的国内生产总值 德国基尔研究所所长莫里茨·舒拉里克警告 特朗普胜选标志着德国历史上最困难的经济时刻的开始 因为除了德国国内结构性危机之外 德国还将面临巨大的对外贸易和安全政策挑战 而德国对此毫无准备 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欧盟方面评估 关税将导致欧盟每年对美国的出口额减少1500亿欧元 高盛预测 如果特朗普对外加征关税 对内大幅减税的计划付诸实施 欧元对美元将贬值10% 此外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显示 关税将导致韩国经济陷入衰退 经济总量缩水0.67% 出口额减少448亿美元 目前韩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制定预案 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所6号表示 特朗普加征关税将在5年后 使全球GDP萎缩2% 贸易量下降6% 美国经济规模预计将萎缩3%至4%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物价将上涨 并降低了消费者支出 保守派智库家图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 这种激进的保护主义 将对经济以及更广泛的外交政策目标 产生极大的破坏性影响 科技政策支持人工智能发展 支持加密货币 在科技政策方面 特朗普表示要废除拜登政府 对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 并声称该命令阻碍了人工智能创新 特朗普在演讲中承诺 要确保美国在尖端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要加大在无人机机器人 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投资 继续推动强化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 他还表示将结束对加密货币的打击 当地时间11月6号 美股高开高走 三大指数收盘均再创历史新高 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 英特尔涨超7% 英伟达 谷歌涨约4% 亚马逊涨超3% 微软涨超2% 其中特斯拉股价收涨14.75% 达到288.53美元 创下2023年7月以来的新高 这时马斯克的财富猛增约209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1500亿 总财富增至近2860亿美元 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全球首富的地位 当地时间6号凌晨 特朗普在胜选演讲里 十多次提到马斯克 称赞他是新型 马斯克则在设计中 国家媒体上发文称 未来将是美好的 并配了一张火箭发射的照片 他认为美国政府的激进改革即将到来 外界分析 特朗普可能会在上台后 加速出台支持自动驾驶技术的相关举措 这对主打全自动驾驶技术的特斯拉来说 是一大利好 此外 特朗普主张大幅提高关税 这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国外平价电动汽车涌入美国本土 从而帮助特斯拉保持其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 此外 移民政策方面 特朗普此前表示 要通过修建隔离墙和加强执法来封锁边境 承诺将对美国无证移民发起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 在能源政策方面 特朗普支持传统能源开发 全面增加能源生产 反对过度监管 推动美国成为能源超级大国 削减绿色补贴 恢复制造业就业岗位 特朗普是重型的保护主义 民族主义 还有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理念 因此它的一系列内外政策都会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 比如说在经贸问题上 它的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 会对世界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极大的扰乱市场秩序 后坏多边的贸易规则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特朗普是采集比较消极的立场 不承认气候变化 会继续推进美国传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 这样也会破坏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的努力 在外交上特朗普搞的单边主义 会导致很多的国际机制 国际规则受到破坏 比如说世界贸易走势WTO 就是因为美国阻止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权 所以导致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走势 不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 当然特朗普声称他上台以后要大规模出局非法移民 成千万的非法移民要从美国给出去 这个当然也会产生往返的影响 目前俄乌巴以两场冲突还在持续 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 外界密切关注他将如何兑现自己的承诺 赢得2024年总统选举后第一时间 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 泽连斯基表示 双方同意保持密切对话并发展合作 目前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两年零八个月 此前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称 自己可以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 欧洲新闻网发表文章称 对于许多乌克兰民众来说 特朗普的胜利令人不安 人们担心特朗普上台后 可能会撤回美国的军事支持 我许多乌克兰民众,因为他没有认识了 他不支持,他不支持,他不支持 他很高兴,他很高兴 我认为,在乌克兰民这不再会有关系 会有关系,会有关系,会有关系 会有关系,会有关系 内部的政策 这对我们的国家也不够有良好的结果 美国《政治报》6号援引两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 由于担心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会叫停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美国政府计划在特朗普2025年1月宣誓就职前 加快向乌克兰交付剩余的60亿美元军事支持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于近日表示 对特朗普展现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意愿表示欢迎 不过就在特朗普宣布胜选后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 美国不是一个友好的国家 美国政府官员的罢女仲族 和巴以冲突的不同的这种政策 也会对这两场冲突的走向 产生重要的影响 那么能不能在短期内调停俄乌冲突呢 我觉得特朗普指正以后 很快会调整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他会减少甚至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 告诉乌克兰在俄乌冲突问题上 采取并加务实的立场 当然俄乌之间要谈判达成协议 需要有一个过程 但是能不能先实现停火 这是有待观察的 俄罗斯方面讲 普京不会如何特朗普当前美国总统 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特朗普 而是因为俄方觉得美国是一个敌对国家 所以敌对国家先去产生新的领导人 俄罗斯去知货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 在外交上也是不得及的 当地时间11月6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 祝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表示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并表示这一历史性的重返白宫 为美国带来了新的开始 也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伟大联盟 提供了强有力的再承诺 但加沙民众表示 无论谁获胜都没有看到改善的希望 在不断流离失所 边境关闭 以及粮食等基本物资严重短缺的困境里 他们已经疲惫不堪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表示 即使特朗普胜选 美意之间 也并非完全处于同一频道 以色列时报30号披露 特朗普此前告诉内塔尼亚胡 希望加沙战事能在2025年1月20号 美国新总统就职前结束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要求内塔尼亚胡 尽快结束他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因为这已经造成了重大的 前所未有的平民的伤亡 而且他所谓要剿灭 卡马斯的军事目标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我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 有可能鼓动以色列 接下来升级跟伊朗的对抗 就是美国利用以色列的手 去打击伊朗 那么这样的话会导致中东地区新的紧张 这个冲头会加剧 而且会产生更大的万一效应 作为美国的亚太盟友 韩国和日本是一直密切关注着大选的结果 在得知特朗普胜选之后 韩国和日本担忧 与美同盟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增大 尹熙悦同特朗普通电话 商定尽早会晤 据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总统尹熙悦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 祝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7号尹熙悦与特朗普通了电话 通话持续约12分钟 双方就韩美日合作 韩美同盟 朝鲜派兵援俄等事宜交换意见 尹熙悦祝贺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 并表示希望韩美今后也能基于同盟关系 在安全和经济等所有领域 保持紧密合作 韩国总统是表示 对于何时同美国后任总统 举行会谈的提问 韩国政府期间 一直与美国朝野大选阵营的班底 以及历届政府高官等 保持紧密沟通 展开政策协商 对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修改第12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的可能性 韩方表示 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 军费协定是双方经充分协商达成的结果 韩美已在10月达成第12份 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 确定了韩国在2026年起的五年内所需承担的军费金额 但韩方担心特朗普当选总统后 可能推翻已达成的协定 要求重新谈判 根据协定 韩国2026年需为驻韩美军承担15192亿韩元 约合78亿元人民币的防卫费 较2025年增长8.3% 从2027年以后4年的增幅 将与消费物价指数的涨幅挂钩 预计每年平均增长2%以上 此前 特朗普以公开表达重新谈判的意图 甚至开出逼近当前分摊金额9倍的天价保护费 韩国舆论担心 如果军费分担谈判不如意 特朗普有可能考虑裁减或撤走驻韩美军 韩国有观点指出 基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抛出的涉潮言论 特朗普可能会选择 从韩美同盟共同追求的朝鲜无核化目标中退缩 进而出现韩美对朝合作 乃至同盟根基发生动摇的最坏局面 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 也令韩国商界忧心忡忡 有分析悲观预测 韩国的钢铁 化工 汽车等产业的前景 都将蒙上阴霾 韩国的对外出口总额将大幅缩水 特朗普对待芯片 汽车及电池产业的态度 也触动着韩国产业界最敏感的神经 韩国担忧拜登任内的芯片与科学法 通胀削减法等政策 是否会被特朗普叫停 分析认为如果芯片与科学法被废除 已经获得美国补贴 并在当地开建工厂的三星电子 SK海利士等韩国企业 无疑将受到沉重打击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当地时间7号 日本首相石破茂与特朗普 举行了电话会谈 石破茂祝贺特朗普当选 称双方就日美同盟等交换意见 并表示希望尽快组织一次 面对面的会谈 就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出炉后 日本首相石破茂就在官邸 向媒体表示 希望与特朗普紧密合作 把日美同盟与日美关系 提升到更高水平 日本首相石破茂 正在考虑提前访问美国 在美国新总统1月就职前 直接与其进行接触 有分析指出 随着特朗普当选 日本外交安保和经济的 不确定性正在增大 对于驻日美军防卫费分担金额 特朗普很可能对日施压 并大幅上调 此外可能加征最多20%的关税 也会使汽车等日本主力出口产品 遭受直接打击 这家餐厅每个月会购买大量牛排 其中约30%为美国牛排 重量达到了300公斤 日本经济专家认为 一旦加征关税 日本的出口额将很难增长 結果的に日本国内の生産活動が弱くなって 最終的には日本の景気が悪くなる可能性もあります 実際ですね 前回トランプ政権の時にはですね トランプ大統領が就任してから 2年弱の後にですね 実際に日本経済が景気交代していると 今日使用それぞれ的主要的画像 百分それでは 台湾